迷你世界中的熊孩子 他身上穿着的是一身兽皮外套 并且他的手装拿着一个TNT炸弹 小伙伴们你们看 他的脸上有两个红色的腮红 小伙伴们难道你们不好奇 这种红色的腮红究竟是谁化给熊孩子的吗 众所周知 他的父亲就是酋长巴拉贡 而我们都知道酋长巴拉贡开辟了迷你世界 如果你喜欢玩迷你世界 请点一个赞 我和学姐发现 其实熊孩子他非常的可怜 因为根据迷你世界迷你宇宙中的记载 我们得知熊孩子他其实和自己的父母 早年都已经失散了 他流浪到了迷拉星 也就是石头部落 也就是酋长所在的地方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熊孩子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们在酋长的迷你宇宙中 也发现了他捡了一个孩子 而这个人就是熊孩子 并且我们从拜年这里可以看到 熊孩子的脸上 他其实是没有红色印记的 但是在游戏中我们发现 老版本他也有两个红色的印记 而在新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 酋长他是一个石头部落的首领 并且喜欢到处冒险 所以我和学姐猜测 熊孩子脸上的红色印记 应该就是酋长捡到熊孩子以后 就帮他画上去的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